大家早安 我和董建定議員現在在山田美林村 我們今天和各位街坊打招呼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很直接的 就是守護孩子不要罷荷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最近就有很多很多政治的紛爭 香港香港很不開心 但是我們最擔心最擔心的 其實就是這些政治的紛爭 在校園裏面影響我們的學生 接下來星期一就開學 大家都知道其實已經紛紛搖搖 有很多很多的聲音 都是叫學生去罷貨 網上也流傳說有很多學校會參與 又有很多老師 學生 甚至校長都說支持法科 但就著這件事 其實我們文建員已經多次 就是約見教育局局長 政府官員 其實有很多很關注的事件 我們文建員認為學校是學生 學習的地方 應該給學生專注上學 學習 就不應該就是侵蝕在政治裏面 我們都收到有很多的家長很擔心 第一他們都很希望自己的子女 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生 都希望開學的時候都可以專注去學習 就不是去參加這些罷課的行動 在網上也收到一些資料 就說要人家聯署參與這些罷課的行動 我們有家長就擔心這些聯署 如果是老師要學生做的 就有壓力了 如果是一些學生會說要做 就有壓力了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都已經發酵了一段時間 社會各界都很擔心 我們收到很多很多家長的投訴 我想你和我一樣都希望守護香港的孩子 希望政治不要帶她進去校園 所以我們在這裏呼籲所有市民所有家長 走出來告訴大家 尤其要告訴學校 告訴我們的子女 我們要守護孩子 我們要拒絕罷課 所以今天我和董建議員在這裏呼籲大家 我們要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多謝大家 我們要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我們已經要求教育局局長 就出信給所有的學校 所有的校長 老師和家長 都希望大家都明白 千萬不要參與罷課 也都不要鼓勵老師和學生參與罷課 我們都在這裏呼籲所有的老師 不要參與罷課 因為老師的職格和你的專業 其實就是要在學校裏面教導孩子 而參與罷課的話 其實你是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機會 多謝你 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機會 還有很多家長 是不願意他們的孩子參與罷課的 不可以去勉強和強迫或者威嚇 或者給壓力 一些家長和小朋友去參與罷課 我們有些家長 就說因為他反對孩子罷課 和學校參與罷課 所以在家長群也被人劈了出來 又或者被人罵 要求他禁聲等等 這都不是自由文明的社會 應該見到的一些現象 我們現在都知道 在社會上面 已經是很多這樣的問題出現了 我們不可以去剝奪別人的自由 說去爭取自由 是不是 去做犯法的行為 做暴力的行為 說去爭取公義 這些都是不合邏輯 也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今天 今早就在這裏 和董建議員在這裏 呼籲大家 多謝你 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我們希望 各位街坊朋友 和我們一起 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多謝 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我們拒絕罷課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學校 老師和小朋友參與罷課 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發聲 發聲 給個Like我們 和我們share這條片出去 呼籲多些人 多謝你 多謝 呼籲多些朋友 多些家長出來 發聲 我們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多謝你 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多謝 我們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請大家多些出聲 多謝